幹 幹這到底是三小 我到底買了三小 哈囉大家好我是Andy 前幾天我在網路上的二手買賣社團上 看到一件很有趣的商品 九層新女短車庫 每件只要兩百元 哇靠也太便宜了吧 但我仔細一看發現 不對啊 這不是我之前介紹過的 一件要八千八的配合車庫嗎 但是它是質感仿得超差的仿冒品 而且很好笑的是 它還出了原廠沒有出過的 平口車庫無吊帶的款式 於是我就想說 不然就趁這個機會 把這兩件車庫買回來 給大家開箱看看 究竟仿冒的車庫能做的多逼真 但是很可惜 在這位版主 PO文的不到一小時內 這件兩百元的配合吊帶褲 就已經先被買走了 所以現在我只能買到圖片中 看起來就像是我高中的運動短褲 再加個墊子的平口車庫 好 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來開箱 看看笑一笑吧 看這到底是三小 我到底買了三小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開這種開箱題材的影片 我這一天甚至還做了很多功課 看看其他YouTuber 他們是怎麼拍開箱 跟怎麼比較真假貨的 但現在看到這件車庫長成這樣 我看是沒有什麼比較的必要了 你看這個光是用手壓 手壓下去就延遲回彈坐墊 還有這個過敏膠條 跟這件褲子獨有的鬆緊帶設計 我真的還沒看過哪個車衣品牌 他們的車庫是使用這種鬆緊帶去設計的 所以說 這工廠其實真的算是用心 只是教你模仿 結果你居然給我超越 那其實我後來是有大概在淘寶上找到這些賣假貨的賣夾 比如你看像這個 他價錢賣超低 還盜用原廠照片 真的超級惡力 然後我還發現他們的共通點是 他們會說他們的衣服都是訂製款的 衣服都要另外做 所以貨要等大概一週的時間才會寄出 然後他們還會提供客製化的服務 比如你看像這個 他就說 褲子默認為背帶騎型褲 不需要加背帶勤背書 你不覺得 這太明顯了嗎 若是原廠 哪會管你那麼多 還特別幫你做衣服 所以其實以車衣褲來說 真假貨算是蠻好判斷的 各位車友們切記表上當的 好 接下來是試穿的部分 那因為我買的這件車褲是女版的S號 我也不能穿 那我想應該也沒有人想看我穿了 所以 我現在就來放點福利給大家看看 陪你穿上正版的車褲跟倒版的車褲 有什麼不同吧 你在露營嗎 不要拍我 懶貝啊 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樣的刺 這樣的刺根本就是不對稱的刺 然後好反白 然後有看一下我的屁股墊子 他這個墊子就是 完全就是沒有支撐 然後很像猴子屁股 然後呢 你看 有看到我的香腸腿嗎 我都在肥了 還給我幾層香腸腿 然後下面是矽膠 就是會過敏的矽膠 然後他前面的墊子 就是完全就是很奇怪 趕快 趕快幫我 幫我打上馬賽克 就是人家要支持正版 拒絕倒版 拜拜 那這邊我也要再次呼籲各位 我們生活中 確實充斥了各種仿帽 跟遺甲亂爭 那如果你是買家 普通的T恤就算了 但像這種自行車相關的機能用品 真的是不要拿自己的舒適度 跟安全開玩笑 那如果你是賣家 遇到有人模仿你的產品 或是智慧財產 在心態上 除了這代表 有人認同你的商業模式以外 換個角度想 他模仿你又怎樣 除了幫我們免費打廣告 他模仿的上限 最多就是趁你的熱度 達到跟你一樣的高度而已 但我們正版的 原創的 可是會不斷的進步 不是嗎 OK 請支持正版 才能穿到好穿的佩拉車褲 謝謝 喜歡這支影片的車友 請幫我動動你的手指 按讚跟訂閱我們 我是Sacrine Fabro的Andy 我們有很多很好看的車衣服 是等你來試穿的